阴山山脉 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 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 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 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 公元六百三十年 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 这一年刚刚开始 阴山凛冽的寒风中 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 三十六岁的李世纪 是这支队伍的统帅 李世纪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 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法中 他依靠军事才能 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 如今 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 自从唐太宗即位后 他采取以农为本 力行节约 修养生息一系列政策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新生的王朝 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 这年年末 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 五支帝国的军队 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 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 李世纪是这支十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 五十九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 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 在弥漫的大悟中 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 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 唐朝军队离本地只有不到八千米路程 来不及抵抗的杰利克汗 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克汗营帐 营帐中只剩下杰利克汗的妻子 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 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 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 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 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 杰利克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 与世纪 投降 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克汗 此刻唯一的选择 战争结束后 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 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 他指出 朕今委任李世纪于并州 遂使突厥微微顿走 赛源安静 岂不胜远助长城也 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 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 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 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 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束守边疆 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 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 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 一种被称为机密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 基密辅州实际上就是在陈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 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 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 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 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 灵活地采取了招服 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 陈属了的末北部落 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克汗 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 被开辟为参拜天克汗的义道 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 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 唐朝只有二百九十万户人口 当他把地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 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三百八十万户 此时的唐王朝 社会安定 经济辅足 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 唐王朝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先后在东北 北方 西北和西南边疆 设置了八百五十六个基密辅州 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辅州总量的二点六倍 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 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